hello 大家好 我是迷迷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直在家就可以自己做的完整訓練 我們先屈膝躺在地上 肩膀先微微的抬起 吸氣的時候運用我們腹肌的力量 把肩胛骨帶起來 吸氣的時候再躺回地上 這個動作呢 我們要先把腳抬起來 呈現90度屈膝 可以增加我們下腹的訓練 雙腿抬起來跟身體做垂直 吐氣的時候嘗試去模擬小腿前進的部位 做一個手撐平板式 開始做跑步的動作 注意的就是維持我們呼吸的順暢度 雙膝往手腳方向前進 吐氣的時候再把腳伸直 膝蓋往手掌的地方靠近 回到原本的手撐平板式的動作之後 接著做一個開腿的動作 再回到原來手撐平板式的動作 首先你一樣是屈膝平躺在地 然後這時候我們尾椎要有一點微微的抬起 因為它要去啟動我們臀部的力量 吐氣的時候我們的臀部往尺骨的方向推進 單腳橋式我們一樣屈膝平躺在地 一隻腳抬起跟身體垂直的高度 這樣可以訓練我們單邊的臀部的發力 家裡可以找一個小板凳 只用腳跟碰在小板凳的上面 那一隻腳一樣是直吸 我們就把臀部向我們的尾椎推進 都學起來了嗎 健身要十分注意蛋白質的補充 可以幫助肌肉的生長 很多人都知道喝豆漿可以補充蛋白質 最正確的時機就是在運動的30分鐘以內喔 除了補充豆漿大家也可以在運動後的休息時間 看看剛剛自己的努力消耗了多少卡路零